現在萬物起漲 沒想到連一年一度發的股東會紀念品 竟然也刮起了通膨風 像是非常受歡迎的食品大廠愛滋味 過去兩年都是三罐罐頭在送 可是今年縮水了只剩下兩罐 生意股優勝過去是送藥局百元的禮物卡 今年是直接砍半剩下銅板架 甚至大同宣布說不發紀念品了 現彩奇幻泡泡球夢幻十足 還是來個刺激樓 遊景都讓人熱血沸騰 六福股東會過去都在園區內舉辦 不過今年大改版 改在一旁的度假飯店 等於隱藏版免費玩六福村的福利 沒了 原本小股東們好哀嚎 沒有辦法在股東會這天免費玩樂園 不過六福最新公告 今年的股東會紀念品 就是要送股東們 六福村的樂園門票一張 6.3萬名小股東的心情 宛如坐上雲霄飛車 但今年沒怕 還是可以到遊樂園放鬆一下 不過沒想到就連股東會紀念品 也刮起通膨風 食品大廠愛之味過去十年 都是旗下產品泡菜 瑋瑜罐頭三罐甚至四罐送 但今年只剩兩罐 聲音谷優勝前兩年超大方 送藥局百元禮物卡 今年直接砍半 而老牌廠大同則是不發放了 比較喜歡是餐卷 對 因為餐卷可能就是可以去吃 因為我覺得之前朋友有些 就是有收到他們的紀念品 其實是不實用 看 Depends你買股票是多少對不對 現金一千塊以上 OK 畢竟現在股市行台股開戶數年年增加 光是三月一個月就積增近十萬人 總開戶數飆高到一千兩百七十二萬 零股交易更是突破百萬戶 不少人就是看準每一年的 這一波紀念品熱 專家分析不只通膨 年年增長的零股族 也讓企業發放紀念品時 多一份壓力 知道周遭朋友很喜歡的就是 中肝跟開發金 正農職業 對 他一股就可以換一串的 那個抽取式衛生紙 不過對於一些沒辦法親自到場 領紀念品的小股東來說 荷包要大失血了 因為今年代理行期也調漲 最高衝破35元 還不包括禮貨費 只能說萬物皆漲 還真的是萬萬物都在漲 東三新聞 許謙富一文 台北採訪報導 看盤都算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